您好 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大花林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亏两年的环保志工群英会全国赛 29号将在高雄市凤山运动园区的体育馆举行 经过8月县内赛的热烈竞赛下 由各竞赛项目的第一名代表进军全国赛 而花林县长徐真伟 28号在县府大礼堂请指授旗 勉励花林代表队展现环保志工的热情与活力 花林县环保志工代表队由五鹤翱翔队 环境教育大使服务队以及瑞梅良环保志工队 由环保志工大队长陈志宽领军 率领代表队参加环保啦啦队 环保金头脑环保卫战资源分类等四大项目 现场许正表示感谢花林县各环保志工 在近年来的COVID-19疫情期间 人事坚守岗位整理社区环境 不仅让乡亲拥有整洁优美的环境 更成为全国标杆学学对象 我要谢谢啊 我们每一年啊 我们每一年这个选拔出来的 其实大家都是常胜军 每一年选拔出来到全国去参加比赛 我们都是三冠王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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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缠联好不好 好 要缠联 我记得那个木南女竹啊 木南女竹每一年这个 每一年这个连女子联赛的时候 他一年快去一年快去一年快去 那奖金是累加的 是累计的 所以呢 有时候奖金都要破千万的 所以 我真的要真的要这个谢谢大家 现在许正表示 期望参与110年度全国赛的环保志工代表队 能够将花莲对环境永续发展的决心与成果 与各县市志工交流分享 学习各县市推动环保工作的经验 为花莲环保工作以及环境教育 带来不同的能量 让花莲下面能够有更友善的环境行动 永续守护花莲的环境 记得将你发生不了 谢谢大家